我介绍DNA或RNA都是大分子 就是核酸嘛 去氧核糖核酸及核糖核酸 但其实它的次单位就是 核酸是由核甘酸所组成的 核甘酸这个小分子也有其他的功能 像ATP这个能量货币 它就是三磷酸现飘链核甘酸 可是呢 有关于ATP的描述 大部分我们在生物的教材中 对ATP的描述都有一些瑕疵 请各位看这个画面右边 我们常说ATP它有三个磷酸根 对不对 1 2 3 然后这个是五炭糖就是核糖 然后这是现飘链 所以叫它三磷酸现飘链核甘酸 然后常说这两个间接 我先打星星的这两个间接 叫做什么高能磷酸剑 打断一个放出能量 驱动其他的耗能反应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哦 并没有所谓的高能磷酸剑这个名词 这些说法都是不合理的 而且打断间接不但不会放出能量 也会失去会耗掉能量才对吧 所以在话语上如何测量一个 物质的这个某个间的间能呢 就是某一模二的这个分子 每分解一模的这个间接 要耗掉多少能量 打断间接是放是耗能的 不会放能 所以我们在有些说法说 打断这个高能磷酸 会放出能量 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 所谓的放不放能呢 我们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描述法 就是二磷酸线干 我画错了 三磷酸线干可以水解成二磷酸线干加磷酸根 这是个水解过程 好这边叫做A是它的反应物 这边是B它的产物 如果反应物能量比较高 而它的产物能量比较低 A降成B就会放出这么多的能啊 所以你要看的是 全部的反应物跟全部的产物 它的反应前反应后能量是下降还是上升 如果今天是B变成A反应向左 那应该是耗掉这么多的能量 如果是A变成B 那就下降了后放出能量 所以我们再看能量的释放 不会只看单一个见解的 没有人这样看 一定是看反应物跟产物能量的前后变化 才知道整个反应 整个化学反应是适能还是放能才对 好这第一个错误 并没有高能磷酸件 也没有打断一个什么高能磷酸件 放出能量这样的事情 好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对这个议题 生旧的话呢 好让我把这边都擦掉 我们就讲比较好 或者比较正确的说法 这边的磷酸有123 好磷酸跟磷酸之间形成这个见解叫什么 叫做酸甘件 因为酸跟酸合在一起脱水 不就叫酸甘吗 所以这个见解的正式化学名字 应该要叫做磷酸甘件才对 磷酸甘件 所以并不是所谓的高能磷酸件 好另外呢这个是磷酸甘件 这个也是嘛 很像 好我现在圈起来这一个比较特别了 它是磷酸跟OH 就是这旁边的那个醇 好酸跟醇合在一起 这是什么件 这是脂件啊 对不对 酸跟醇合在一起的件解就是脂件啊 所以ATB这边的见解只有 看到就有两种 这两个见解叫做磷酸甘件 这个见解叫做脂件啊 或叫磷酸止件因为它是磷酸跟醇 酸跟醇合在一起 没有高能磷酸件这个说法 这都是误传的 好的 第一个 它形成ATP ATP就是所谓的三磷酸现票离核甘酸 它本身就是能量货币 另外呢 核甘酸本身也可以作为电子或氢的 攜带者 我们过去在光合中学到的是它 NADP症 它还原之后变成NADPH 在光反应可以用的 它就是光反应产生NADPH 到碳反应把它用掉 所以在两个不同的反应之间 来传递电子跟氢 对不对 好 那这个NADPH 我们过去学过它的名字 叫 所以它就是 因素核甘酸和氢酸 跟现飘酸和氢酸 两个和氢酸合在一起 那这我们分子看过 我们把它的分子结构很快再勾了一次 这个是五炭糖 这是现飘铃 这是它的氢酸根 氢酸根一般化菱形 好 这是五炭糖 这是氢酸根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氢酸碱基 叫做氢碱锡胺 所以它其实是现飘铃和氢酸 跟氢碱锡胺和氢酸 合在一起之后 叫双和氢酸 再多一个磷酸 所以后面有磷酸两个字 这个字 所以它多一个P 那我们之后在有氧呼吸 会看到一个类似的 就是把这个P拿掉 就叫做氢碱铃 现飘铃 双和氢酸 英文简称NAD症 它的P不见了 所以它也是一个氧化还原性的腐酶 好 那像这些氧化还原性的腐酶 它们几乎都是双和氢酸 那就是和氢酸衍生物了 那这是和氢酸的其他生理功能 所以和氢酸不一定要去形成DNA RNA 它也许会做别的功能或角色